所以現在這部份變得比較大 Lewis正在開啟了一些門口 去我們的Glory Hole 那是在那裡的第二部門櫃 我們會把那部門櫃放進去 以後的示範 好 它旁邊還有個爐子 我們叫它為回火爐 它溫度稍微高一點 裡面沒有裝任何玻璃 我們主要是回火 只有當它玻璃降溫到1500度 它要操作的時候 必須要加溫 還有就是它降到900度 玻璃一定會破掉 所以那時候也必須要加溫 這兩個原因必須要利用這個爐子來講 當Eric 正在形成主的水泡溫 Lewis 會開始另一個水泡溫 我們會把Eric 放在翌日的水泡溫 好 兩人同時進行 我們另外那個師傅 已經取出另外一個鋼管 要吹另外一個氣泡 加在我們的成品上面 還有我們的師傅 剛才利用低心引力把它拉長 低心引力其實是吹玻璃的最大 我們換了 the olip of the river piece 好 這時候非常重要 有兩個地方非常重要 剛才我們看到還有烹火器 把剛才靠近鋼管的地方加溫 因為那個地方一到九百度一定要破的 所以要很小心 同時呢 我們現在加一個底盤的口圈 那個地方待會兒張開來比較漂亮 所以 Eric 能夠握上一條紋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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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紋 有点像棉花棒一样 而且它温度不能太高 大概在1300度左右 然后轻轻黏在我们底座的中心点 要确认黏住 只有一点点口径越小越好 我们黏住的地方 接触面越小越好 因为最后还要取下来的 脚趾瘦太紧 这一小节角度 帖尔泥 跟后来小的城市 在此时 和这边的阶段 中文字幕——YK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字幕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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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李宗盛